李阿姨的这套房子 位于杭州拱树区亚巴龙 房屋出租托管合同里写着 托管期从去年9月18号 到今年9月17号 每月租金2800元 每年两个月免租期 一年租金是28000元 以方是杭州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阿姨介绍 之前交给我爱我家托管了三年 合作挺愉快的 不过现在房子好几处地方被损坏 门锁被割掉了 窗台马桶床垫等都弄得又旧又脏 我爱我家门店的姚经理也来到了现场 之前是他们是有那个 一个公司租的嘛 大概租了四到五个人 五个人 这房子多大 房子是面积47点多 合约呢我们正常是到今年的9月份 然后是因为这房子 是从去年的12月份空出来的 就空了两个月嘛 然后呢房子是一直租不掉 那我们这边再跟阿姨谈退 那谈退呢 那阿姨过来看一下房子 她说觉得房子有些损耗 那损耗呢我说了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是人为损坏的 那我们这边公司都会处理的 你说自然老化的 你说叫我们处理那也不合理 对吧 姚经理说原先的租客跑了 剩下的一个月押金 可能还不够维修房子的费用 现在双方还在协商怎么处理 李阿姨的意思是自己和老伴年纪大了 还是希望能继续托管 李阿姨说他和老伴都七八十岁了 没法这么快做决定 姚经理表示公司的相遇是可以帮忙装修的 不过这个活动二月份就没了 现在需要房东自己出钱装修 合同里写着 违约金是五千六百元 也就是两个月的租金 谈到解除合同的方案 李阿姨更不满意了 她说赔你们一个月房租 这个不是赔我们 这是你回约 是不是啊 合同上面是两个月 她说一个月 她说你要两个月的话 我们要给你拉黑的 我们公司有规定的 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 给我房子拉黑 我住不出去 违约金是两个月的 那我们现在跟阿姨协商 我说赔一个月 那阿姨不同意 那我说是赔两个月的话 那我们这边公司 可能会把它那个 就是这个要看上面的领导 对吧 我们这边那个我们店经理 也做不了那个决定 阿姨说的是你们会把它拉黑 还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们这边公司合作的 那你说包括房东啊客户啊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信用度的嘛 那看看信用度怎么样 这个具体的话 我们公司会评估 姚经理表示 如果解约的话 免租期的租金 也会按时间来折算 随后李阿姨去了门店协商 后来李阿姨的女儿反馈 和门店签署了补充协议 之后租金降到每个月两千五百元 他说门店工作人员告诉他 可以等九月合同到期 看看有没有免费装修的名额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 278年住在香港 绝对我后来门店工作人员 多联合 亏人